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天首都塔林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 和拉脱维亚立陶宛 并称为波罗的海三角 而这三个小角 正是令到整个苏联解体的第一大道火线 爱沙尼亚曾经三番四次被苏联吞并 但这里的人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自由而去抗争 所以在独立日这天 这里的人民也非常自由地涌上街头 参观阅兵仪式 过后更加和士兵亲密互动 而他们和我们印象中的阅兵仪式场面很不一样 这里没有阻栏 没有戒严 而是真正的军民同楼 而在阅兵仪式过后的晚上 人民也自发性地举行大型的庆祝日行 他们每一个人手中高举火把 代表着饱受压迫和统治之后的光明 声声之火可以疗愈 一个只有130多万人口的世国 团结一致 最终瓦解强敌 走上独立自由的道路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有限的失望 而失去无限的希望